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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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对不起 该是我说对不起才对 又麻烦你跑一趟 你别客气啊 你约我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真是个好人 妈呀 哎 你刚才打电话说有事找我帮忙 到底什么事 是这样的 我有个老邻居 被我的老板宋佑琪给欺负了 他拆了他的房子又没有给他赔款 所以 他想找宋佑琪理论一下 但是又怕对方不讲理大打出手 就想找几个记者帮帮忙 你们老板 嗯 你这张的是哪出啊 是暗战的现实本 还是卧底之二 哎 我给他打工 又不是代表我会帮他做坏事 我也是想让这社会聚集点正能量嘛 好 我胡杨最讨厌这些势强凌弱的土豪们 义不容辞 我果然没看错你 胡杨真的是又热情又正义 有慧言有慧言啊 这可是我在记者行里生存的基本能力啊 哎 你说吧怎么报 嗯 其实不麻烦的 只要等他们确定了时间和地点以后 你带着你的记者朋友们过去就好了 如果能谈成的话自然是好 要是那些人出尔反尔至少有你们在 我的朋友也是安全的吗 好 谢谢 客气 哎 宋老板 看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啊 后面的事情听我安排 要玩咱们就玩大点 这次我帮你搞死赵华英 好 喂 你是谁 我 孙志华 照片看到了吧 你干的好事 原来是你 你想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拜你赵总所赐 让我家破人亡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只想要点钱花花 要是我不给你呢 那我只好 把你当年干的丑事给抖出来了 当年你做小三 拆赛人家家庭 搞得人家妻离子在 我还知道 你的公司正在筹划上市 对不对 不知道这些 对你有没有帮助 你想要多少 不多 二十万 好 我给你 但也不条件 条件 什么条件 我要知道你从哪儿来的这张照片 还有照片里的人现在在哪里 好啊 想不到你赵幻英也有害怕的时候 好 你带钱过来 我会告诉你的 你在哪儿 玉发宾馆 记住了啊 今天下午四点 二十万现金 你一个人过来 你要是耍什么花样 那就等着看明天的新闻吧 好 该来的早晚会来 老孙 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你把摄像头角度调整一下 来 就是这个角度 好 就这个角度 老孙哪 待会儿啊 你要听我指挥 好好表现 宋老板 萧萧姐来电话了 接不接 接吧 看看她耍什么花样 萧小姐 什么事儿 老孙 一会儿你别害怕 记者一会儿就到你门口了 我想赵幻英 不会搞出什么花样的 放心吧萧小姐 我不害怕 萧小姐 你不会这么容易 就放过赵幻英吧 你拿上你该拿的钱 这事儿就算了了 别闹出什么大的老子 好吧 谢谢你了萧小姐 怎么样 她说什么了 孙老板 她说要保证我的安全 待会儿媒体过来 你看这怎么办 媒体 好啊 玩得越大越好 你给我记住了 别乱说话了 我这次让赵幻英在个大跟踏 而且还不知道被谁玩的 我明白 快点儿 喂 喂虎阳 地产商已经来了 你带上你的媒体朋友们赶紧过来吧 放心吧 我马上就到了 你是个好人 也是个好记者 你别这么说 说了多不好意思啊 行 快点啊 走 走 赵幻英啊 你还真敢过来 有种吗 电话里都说清楚了 这是你的钱 您的照片呢是复印件 我得要原件 还有你得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我说清楚 照片呢 在里边 在里边 你干什么 你放心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不会伤害你 赵总 我老婆的照片 想必你在报纸上看过了吧 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那是个意外 老孙呢 磨蹭什么呢 让他脱衣服 不然这样不够刺激 你还愣着干什么 他不愿意脱 你帮他脱 想拿到钱 就听话点 赵幻英 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这个杀人凶手 我今天 要你把衣服脱了 以不毙地向我老婆三鞠躬 电话里面我们可没这么说的呀 你脱不脱 脱不脱 你不脱 我帮你脱 脱 老孙 干得好 脱 里面好像吵起来了 你干什么 你太过分了 走开 不是拍苏友琪吗 怎么是赵幻英 赵幻英啊 赵幻英 你不是很要面子吗 这次 我就拔过你的这张皮 让你颜面扫地 来 刘姐啊 小潘啊 你猜 我刚才看见什么了 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你亲家母赵幻英了 她怎么了 我看见她衣不蔽体地从酒店里跑出去 好像是跟人开房 怎么会这样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警号 妈 怎么了 你现在忙吗 我不忙啊 有事啊 那你爸爸在你身边吗 不在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让妈妈怎么跟你说呢 你现在 跟家私到底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啊 什么话我都说了 人家就是躲在娘家不肯回来 那你赶紧把家私接回来 接到咱们家里来 妈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你说清楚啊 你不用问了 你不用问了 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你快点把她接回来 那你信了 喂 喂 我是警号 你还记得吗 你现在在上班吗 没有啊 我今天家里有事 所以请假了 出什么事了 要帮忙吗 你好像很喜欢帮助女孩子嘛 有老婆的人了 可得好好改改这个毛病 我就是一片好意嘛 我拿你当朋友 你应该不会乱想吧 不会 跟阔家公子哥传绯闻 这可是女明星才有的本事啊 我可没有这个资格 听你口气还挺开心的 要不我们一起吃个饭 看来你很擅长这套嘛 好吧好吧 我就给你这个面子吃个饭吧 胡杨 胡杨 你小子 终于给我出席一次了 你看看这图 效果多好 这女主角 看得是清清楚楚 衣服还半长的 很有感觉 这男的刚好看不清脸 所以充满了悬念 主编 咱们是杂志又不是网络 是要有追求的 这要是谁的事啊 生活杂志嘛 虽然咱们有追求 但也不能太高于生活 咱们还得注重一下销量 要不然 拿什么给你去发工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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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綦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知道吗 今天拍错人了 她不是孙友琪 是个女的 是赵幻英 是吗 不会吧 不是 是真的 我还交了那么多记者朋友去 不是 这下可真伤机无辜了 拍到她怎么了 她不是很喜欢上杂志吗 可这回不一样 她 她出门的时候衣衫不整 慌慌张张的 好像是和男人在投情 我还是她女儿唐加斯的同学呢 这下多尴尬啊 你还是唐加斯的同学 是啊 我们是小玉同学 不过 她可能早把我忘了 你别想那么多了 乌洋 还是谢谢你帮我 晓芹 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那个男的 真的是女邻居吗 我怎么感觉像被人利用了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在说我利用你吗 我利用你 能有什么好处啊 你说啊 不是 你别生气 小姐 我不是那意思 好了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 我现在有事先挂了 怎么了 吃不下啊 你下午不是还好好的吗 跟我吃饭 不至于没有食欲吧 没有 跟你没关系 哦 是吗 跟我没关系 那跟谁有关系啊 出来听听 不都说海归不八卦吗 怎么啊 这么快就被童话了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怎么样 你的事解决了吗 我的事 我的什么事啊 我要她下跪给我承认错误 并保证以后永远不再犯 你就求我吧你 我可没有啊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没有 有没有人说你是个很强势的女人 强势有什么不好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只不过有时候 会把身边的男人都下跑而已 你该不会是在暗示我 你是个单身的女人吧 就算你不暗示我 我也知道 你已经不是单身了 把男人打败的滋味 是不是特爽 特享受啊 我可没有啊 你不信是不是 你现在的样子 就像一个玩游戏玩输了 还想耍赖的小男孩 行 你就损我吧 我可没有损你啊 不信我画给你看哦 你还会画画 别动啊 就这样 别动 你要干嘛 叫你别动嘛 好了 我突然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我老婆 而且越感越想 说女孩像自己的老婆 可不是好的大神方法 是吗 看来我又被你打败了 泡好了吗 好啦 送给你吧 就当是一顿饭的饭钱喽 看得我这顿饭吃得是无味杂陈 都快流眼泪了 干嘛 画得有那么差吗 不是不是 画得很好 如果我老婆要像你这样 这么风趣又多才多艺的话 我真的 拿我生命里最贵重的东西去交换 我都愿意 老板 有没有读者啊 有 给我拿一本 给你 这本比这本更牛 里边全是大新闻大爆料 这本多少钱啊 这十块钱 哦 那本不要了 哦 给 赵总 赵总 喊什么呀 都跟你说了 我不吃早餐 不是的 赵总 不是什么 说呀 这门口来了好多的记者 都为了到门口一个早上了 这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买菜也没敢出去啊 你快轰他们走 把他们都轰走啊 赵总 我 哎呀 臭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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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的好事 看 看有什么用 说 怎么回事 你听我解释 好啊 我就听你怎么跟我解释 我是被人算计的 谁 孙志华 就他老婆 跳楼的那个 怎么算计的 他威胁我 他要我拿二十万 去酒店见他 他拿什么逼你 他说他有新证据啊 他说他老婆跳楼 是我们逼死的 胡说 你案子早就了了 他有什么新证据 唐正坤 有些事情 我是不能跟你说的 但是 关于这件事情呢 我没有背叛你 你得相信我 事情都闹成这样 你还骗我 全城的人都知道 我唐正坤戴绿帽子了 你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呢 我没有啊 爸 你那大新早吵什么 我跟你说话呢 妈 妈 你跟爸吵架了 这怎么回事 这上面说的男的是谁 你不能这么跟妈说话 妈 这男到底是谁 是不是你的情人 贾斯 您告诉妈 您相不相信妈吗 到时候 您会不会站在我这边 妈 你看 连你都怀疑我 好 这么多年了 对你们父女俩操劳的心都碎了 就为了这张不清不扯的照片 你们就这样对我吗 来个没良心的东西 好了 妈 别生气了 别气了 我相信你 别气了 出来了 出来了 唐先生 唐先生 你对赵慧英冰果开的事情 唐先生 唐先生 您说有副机感觉出了问题 您您解释一下 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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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带一下 我们再一起 唐先生 我去带一下吧 给我出来一件 让一让 唐先生 别开了 唐先生 唐先生 走啊 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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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什么 说说你 为什么让记者去酒店拍我 最后变成拍赵幻莹 我 宋东 宋东我 我 别着急 你慢慢讲 或许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有合作的机会 我们应该好好利用 要是赵幻莹知道你在幕后搞鬼的话 你猜 他会怎么对你 到时候 恐怕我也帮不了你 好 五姐 你怎么会有宋友琪 怎么会有宋友琪呢 难道是跟他有关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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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怎么办 我觉得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公司了 你知道吗 宋东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你怎么还笑啊 我笑你傻 宋东已经告诉我了 你做得非常非常好 好 来 我告诉你个小秘密 他们俩人本来就不对付 你反而帮他出了一口恶气 真的 当然 我还能骗你啊 吓死我了 真的 放心吧 那好 那我赶紧回去工作了 赶紧 拜拜 警号 爸 你找我 你在干吗呢 魂不守舍的 这会儿不忙 所以去想点事 今天的新闻你看了吗 没有啊 我 我一直在忙 忙到现在呢 你现在和家私怎么样了 还老样子 她仍然不接电话 对了 今天妈还打过来电话 说晚上务必接她回家 住口 你妈就是个老糊涂 你记住了 不要去接家私 就让她在娘家待着 别把那些事惹到咱们潘家来 那些事 爸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都懒得说那些脏事 你自己上网 查一查你岳母的姓名 自己去看看去 妈 快看 那谁啊 那不是赵幻英的女儿吗 就是唐家私 嫁给潘景浩那个 你看她那神奇的样子 她妈妈偷人 被人逮到了 居然还有闲心 跑出来 买衣服 真是不知羞耻 就是 不知道潘景浩是不是瞎了眼 看上这样人家的女儿 你我看哪 就跟她妈妈一个德行 潘景浩就等着戴绿帽子 你说什么呢 潘小姐 你说什么呢 你想要干嘛 我干嘛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非撕了你的嘴 臭三八 你妈才是臭三八 你妈做了那么丢人的事 还不让人说 谁做丢人的事了 你们话给我说清楚 说清楚 我站住别走 你们 站住 你拉着我干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唐小姐 对不起 我又叫起来你家店 对不起 佳思 你站住 过来跟妈说话 你就这样跟妈说话吗 你让我说什么 你做了那样的事情 你又考虑过我这个女儿吗 她丢人了 你 她丢人了 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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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回来啦 你回来啦 你回来了呀 妈 今天不用做饭了 我买了好多好吃的呢 你干什么呀 又乱花钱 没有啦 就是高兴想庆祝一下 你庆祝什么呀 我有男朋友了 有什么男朋友啊 再说了 你女儿的条件 找男朋友还有什么难的呀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也没什么 就是高兴 觉得呀 长出了一口气 行 妈也不问你了 但是妈觉得吧 你找男朋友的这个事啊 得抓抓紧了 你老大不晓得了 妈想着呀 你赶紧嫁个好人家 然后呢 再生个孩子 妈这眼睛虽然看不见了 但是帮你带孩子 还是没问题的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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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儿 怎么喝那么多酒啊 你别碰我 赵总您没事吧 爸 爸 你从小就跟我说 男人的手是用来保护女人的 你现在在干嘛 赵幻音 我摸着自己的良心 跟贾思说 这二十年 没疼你吗 我有对不起你吗 当年 为了你 我抛弃妻子 入睡堂照 二十年 二十年 我承受着 良心的谴责 我为你们出生入死 二十年了 赵 我忍受着你 嚣张跋扈的个性 保障着私心的煎熬 却不敢越雷尺半步 二十年了 赵幻音 我跟着你干我多少缺德的烂事 好 算了这些 谁让我自己做贱呢 跟我贱归贱 我是个男人哪 作为男人 我可以忍受无数的屈辱 可是我能忍受 我呵护了二十年的女人 洪姓出强吗 如果这个都能忍 我还算是个男人吗 你酒喝多了 刘洁把他扶上去 来 你慢点 来 妈 我爸说的是不是真的 什么抛弃戏子 都是以前的事 没什么好提的 吃 吃饭吧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么多年 有这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吗 我是你的女儿 我对这个家应该有知情权 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如果你们真的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 请告诉我 别让我像傻子样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你自己吃吧 静昊 闭嘴 闭嘴 我觉得还是把家子 让你闭嘴 爸 我看我还是把家子接回来吧 不行 是 有天 他们已经结婚了 这事情来了 多也躲不过去啊 还是把家子接过来吧 待在咱们家也好避避风头啊 是啊 爸 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 网上说到的事情往往是不靠谱的 怎么了 是不是以后我说的话都不算数了 吃开 来 去 爸 这婚事你逼我接的 你总不只是让我传宗接代吧 现在我已经结婚了 你应该担负起家族的责任 可你总得放权给我呀 快 有天 你干吗 他已经是大人了 他再大 也是我潘有天的儿子 怎么着 想当家做主 行吗 哪天你能够自主地 管理这家公司 豆瓣像宋又齐那样的老狐狸 我把这个位置让给你 别管他 好啊 你是一家之主 什么都你说了算 以后我什么事情都不管了 行了吧 这是大体的东西 我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 谁也别想泼脏水 是大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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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是大体的 喔 是大体的 大半夜的不睡觉你在这儿干嘛呢 睡不着 回敲门你当然睡不着 汤振坤 你是什么东西啊 就只会窝在家里 跟我仨爷 你要是真的觉得你的女人跟别人有染 你是男人就把那个公吕给淹了 我冤枉你了吗 平时你跟那些生意场上的男人眉来眼去就算了 你还动真格的呢 你谈生意的时候总是摆成一副苦瓜脸 要不是我就帮你兜着 那生意场上的朋友不都被你得罪光了 我告诉你 人家真想跟你做生意 不会计较这些了 我汤振坤做生意守的是规矩 犯不上搭上老婆的笑脸 我现在心平气和了 咱们俩的事啊 我也不想让你们知道 我汤振坤窝囊了二十年了 这一次 我要堂堂正正地为自己证个名 等一等 你不就想知道 萧爱萍那一家子吗 你怎么弄到了 孙志华寄给我的 孙志华 他在电话里说 要是我不去 他就曝光我二十年前 拆散你家庭的丑闻 把柄在人家手上 我能不去吗 这话说回来了 我有什么老底呀 当初你跟萧爱萍离婚 那不完全是我逼你的吧 你也不爱他 他也帮不了你 我才不在乎 别人怎么说我的闲话 但是对一个上市的公司来说 这可会引起轩然大波 孙志华说 他只要钱 我就去了酒店 没想到 是他布的局 而且还是精心设计的局 先不说这个 孙志华怎么弄到这个的 我哪里知道啊 网上说 这些媒体记者 当初是盯着宋 宋佑琪的 难道是他搞的鬼 可是宋佑琪 又不知道我们的事 他更不可能有这张照片哪 宋佑琪 他也参加进来 这事就复杂了 这事情 一定要查清楚 查 拿什么查 我说你也真是的 明明是个圈套 你就往里跳 你怎么就 事先不通知我呢 怎么就不和我商量商量呢 我不就是不想让你担这个心吗 我更不希望 你从孙志华那里 拿到小海平的下落 我为这个家我欧心力血 你现在就想甩了我 唐振坤哪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 是 我是没心没肺 你给我戴了绿帽子 我能不发火吗 就算你是被逼的啊 你也不能和那个孙志华那个下三烂 做那种事啊 我说过我没有 算了 这事就死打住了 这事就死打住了 孙志华 有没有提起过他吗 谁 没事 回去睡觉了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爸 你刚刚不是才说吗 你忍受了二十年的思念之苦 潘振坤 我告诉你 我赵幻英这辈子就两个底线 一是我爸用命拼搏出来的产业 二是我赵幻英拼命打下来的家庭 小孩给他们设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也能答应 说不定他们家都饿死了 你要是没有我 你也一样跟他们一起饿死 你说的是人话吗 就算是露水夫妻 养子养女 这何况该有举人关系 现在 你又承认他们是你的孩子了 你早点干嘛就能不能 我就这么那傻儿子死了 他死了怎么样 你